年当然就固定了,就是小于18 如果我今天希望乘年部分又拆成三个部分做判断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叙述 当然叙述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多增加叫LIF LIF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在底下增加一个LIF判断 那写的方法的话不外乎就是首先第一个把刚刚的那个程式 基本上如果程式部分大部分都一样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可以开个新的 新的这个Python的模组 然后再把刚刚的程式H贴过来吧 这个是H01 H这个第二支程式的话就是H02 OK,我把它放Ctrl加号 一般习惯是把它放大 那改的部分,这上面的三行都一样 差别只有底下的这两行 而且底下这两行其实 Ls应该就是老年啦 所以也许我们干脆直接把这个改一下好了 这个保留Ls 除此之外 OK 那差别只是说在什么啦 中间喔 加上所谓的青年跟状年 所以青年喔,也许我这边给他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只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 比如说青年就是18到30 然后状年的话呢就是31到65 那这个写法喔,其实特别注意 其实如果你假设怕写错的话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啊,你可以拿上面这一段一幅 这两行拿来复制 贴到底下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不能有两个一幅 所以第二个一幅的前面呢 请你加上EL 加上EL LIF 意思是说第二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这个 就是小于18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如果他是大于等于18 而且要小于30 所以后面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要加上交集 而且的话 那记得喔,中间你可以加一个AND 第二个条件 空一格 然后呢,把前面这一段 我喜欢是复制过来 把它改一个方向 如果这个 而且小于等于什么 小于等于30的话 ok,那假如18到30岁的话 是所谓的青年 那我把它改一下 这边print青年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撞年了 撞年的话呢 假设是 这个什么呢 31岁到65岁 那我可以直接拿这两行复制 Ctrl C 那直接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这边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改一下 如果大于等于31 小于等于65 那这边的话把它改成撞年 ok,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ok,那他怎么判断 他会先判断第一个 如果不是判断第二个 如果不是判断第三个 如果通通不是,那就老年了 ok,所以我们run一下 那理论上我这边执行 他这边 假如说他的年龄是 45岁好了 那应该会落在撞年 ok,Enter ok,撞年没错 那如果我说他输入的是75岁 Enter的话应该老年 因为他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 那就是这一个 ok,除此之外老年 没错 ok 那当然呢 这个叙述方式 其实当然不是只有这样 这样的叙述方式 这个写法比较是 接近口语啦 ok,不是这个 就是这一个 它有点像一个 你可以画一个那个 画一个 区块图 就是这个往上 这个往下 那它一定会交叉 这个是18 这个是30 如果两个要交汇的话 一定是end 那如果两个没有交汇 就oh了 这个可能是逻辑 这个部分我想蛮重要的 那当然呢 除了写这样的方式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因为之前有同学 比较习惯另外一个写法 如果你不写成上面的方法的话 其实你可以写成这样的写法 就是把这个18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前面 就是如果怎么样呢 它小于等于 有没有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可以这样子 哦 比如说如果你不习惯写成上面的方式的话 其实你可以写成像这样子 把edge放在中间 然后呢一次就比两个 一个是前面 一个是比后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说呢 两种写法 都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结果啦 只是说看每个人习惯 像我自己是比较习惯用上面的写法 但有些同学好像比较习惯用下面的写法 那这个可能就看每个人的这个习惯而定 我是觉得最重要是程式不要写错 OK 那上面的写法其实是比较接近口语啦 因为中间有加一个and 这个and这个 以后的话 你如果或的话 可以把这边and改成偶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个成年跟未成年 再改成那个就是青年、壮年、老年 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这个OK之后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试一下 另外还有在逻辑判断 这个也是我们在前一期课程有提到 再往下 你可以看到有个叫 ABCD这个也是一样 输入成绩 然后再来的话就BMI BMI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 如果假如我想要计算BMI 而可以写出一个类似计算BMI 的这个程式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 那当然呢 什么叫BMI等等的相关的问题 其实各位也可以查 Google一下 比如说输入身高输入体重 然后计算BMI再判断 所以基本上这个程式逻辑 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先把BMI计算完 再做逻辑判断 所以拆成两块 那至于要怎么写 这个我想请各位也许试看 里面可以就是说 这个后面会多一个那个format的部分 OK 这一段 OK 好 是 好 OK OK 好